出来办行李,办票一般都是大象 大象有丰富的国际炮牛经验 总是能够获得比较宽敞的座位 托运行李什么我都是一概不管 坐享其成 在这儿呢,公招的名连也没用 我是摄影师,可是我懒得出门 现在是什么都不带,只用手机工作了 最近身体脚差,带了两条壮汉 说壮汉也都是50多岁的60多岁的老头了 一个是大象,一个是公招 大象是泡妞高手 刚才把我们三个经济仓都变成了超级叫什么 超级经济仓,一张票等于就是白得了2000多块 大象是一个老坏人 要一个那个,要一个那个什么,他还要往上那儿200美金呢 要一个那个,坐档什么呢 今天涉啊 嗯 我不是呢 你怎么不涉,你他们弄一他们的公共仓来了还怎么着啊 他JR8 JR8,王大平 你知道吗,王大平肯定有600万以上的存款或者理财 在他们的那个叫City Bank,那叫什么银行呢 中信银行 他肯定是拿中信的给你办的 鞋也得试试,不能那么那什么呀,摇脚啊 我是早上才穿 早上我看他发这个信息说要穿我才穿 就是我就说给你们党国给你们装备你们都不用 我原本是想把它带在箱子里我穿上两个鞋 不,这个鞋爬山肯定好 高腰鞋的重要性啊,只有你去过那个北极那种地方 见过那么多的蚊子的地方 你才知道这高腰鞋的重要性 矮鞋这儿差一点 就这一小块露着肉,那蚊子就他们能盯满 这种鞋袋呢就不容易撒鲁鞋开 它有一个底级作用 这个是 里面这位一直都是小的戏